針對民進黨立委高家瑜遭到恐怖情人施暴 事實上引發了朝野立委一致譴責暴力 想不到這時候國民黨中央委員黃靖委 居然是在報導下方留言 說高家瑜活該被打 這樣的留言引來了外界踏罰 那麼對此國民黨也表示 會把黃靖委送考機會處分 民黨立委高家瑜遭男友家暴 軟禁毆打全身事傷 就在朝野立委一致譴責暴力 心疼高家瑜的時候 竟然有人出言嘲諷 國民黨中央委員黃靖委被發現 在報導下方留言說 會讓男人生氣動手打的女人 真的是太白目 還直呼高家瑜是活該被打 永遠都會在別人的傷口 給人家撒眼 呈現出來的國民黨就是沒有人性 就像他現在對待臺灣 臺灣政要發展的時候 他就提出了四個公投要亂臺灣 有些事情是沒有黨派宗教色彩之分 講這種垃圾話 我覺得大家都應該譴責 怎麼會有人去侮辱受害者 去合理化施暴者 民黨立委炮口對準黃靖委 苗栗縣議員曾文學和立委賴品瑜 兩人同樣譴責遏制言論 譴責網路暴力聲援高家瑜 國民黨前也發出聲明表示 已將黃靖委送考際會處分 強調不允許類似的言論傷害社會和當事人 對於這樣子的一個破壞黨的形象 造成社會跟黨的一個距離 我覺得都應該要嚴正的處分 那第一個當然他立即道歉 也應該要好好的去學習一下 性貧教育 我們這個交給考際委員會 做最嚴正的處理 黃靖委言論引發外界踏罰 不僅來內部寄出處分 實際致電本人沒有得到回應 反而在臉書發文說自己適當的言論 造成社會紛擾 鄭重道歉 暴力事件引發外界關注 實在不該用惡意的言論 惡度傷害受害者 記者綜合報導